反习反党劳登开讲 各位朋友好 见到你们格外亲 1月31号 就是前天 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 官媒报道只说了这次政治局第二次全体学习 没有说31号上午 政治局还开了一次全会 是开完了政治局会议才进行的政治局集体学习 爆料渠道说这次政治局全体会议 主要是研究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两会马上要三月份召开的两会的人士 这次政治局会议都讨论完了通过了 还有一个就是研究拼经济抓经济 关于人士 爆料渠道说呢都是不出意外的一些人士安排 像这个人大和政协做的这些人士安排 什么赵乐际是人大委员长啊 王富宁去政协当主席 什么李强是总理 这些都没有什么意外 唯一的一个热点呢是韩正做国家副主席 二十大呢退下来四位常委 栗战书 汪洋 李克强 韩正 汪洋 李克强呢是彻底了 已退到底了 啊 栗战书呢是习派人马啊 他也是自愿退休啊 空出位置了 韩正呢跟习近平的关系一直不错 在上海他们就合作过 啊 习近平的上海当书记 韩正是市长啊 到中央以后呢 两个人合作也比较融洽 啊 这次能留任韩正做国家副主席 就遵循王岐山的那个模式啊 王岐山协任中纪委书记 协任常委 做国家副主席啊 说明啊 习近平还是跟韩正配合的很好啊 留下韩正的做这个花瓶 韩正的跟王岐山的风格也不太相同啊 韩正就更低调 更温和一些啊 没有 王岐山那么张扬啊 接下来这几年国家副主席 估计韩正呢也会比较低调啊 更多的是个影子副主席 这次政治局会议啊 有几个人列席啊 王小红啊 他们有几个人列席啊 王小红是 书记书书记 列席比较正常啊 还有几个人列席 列席的包括呢 财政部长刘坤 商务部长王文涛 人民银行行长易刚 国子委主任张玉竹 科学技术部部长王志刚 哎 竟然还有刚刚卸任的交通省委书记吴正龙啊 看来吴正龙呢 要受到证用啊 还有呢 信息化工业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 中央裁办的副主任 常务副主任啊 韩文秀 爆料渠道说啊 政治局会议除了研究人事 还要研究经济啊 研究抓经济 研究抓经济呢 没有提出来任何这个新的办法 新的思路啊 关于改革开放也没有任何新的东西 啊 竟然还重提了一些老说法啊 就是习近平一直倡导的什么内讯完啊 什么这个又是国企重组啊 又要搞一些大型的重组一些国企的集团啊 包括什么这个中矿集团啊 什么中钢集团啊 新钢集团啊 三峡集团啊 中交集团啊 这是就是央企啊 要重组整合 然后民企呢 就是进一步被共同富裕啊 所以说国内的这些民企的老板呢 你们就是死了心吧 啊 这个习近平搞经济 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啊 还是抓紧国企 整顿私企啊 就是歧视私企啊 不会有任何的这个经济政策上的啊 改先一折或者是什么改革开放啊 就能认你们就赶紧认吧 啊 这次政治局会议没提出来 尽管是研制经济 没提出来任何新的东西 呃 下午呢 他们30号下午 这个政治局会议学习 啊 习近平有一个讲话 标题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性啊 提到呢 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预意见的狂风暴雨 惊涛骇浪中 增强生存力 竞争力 发展力 持续力啊 他特别提到呢 就是马上要发生 可预意见和难预意见的狂风暴雨 惊涛骇浪啊 你就想吧 这一年下来 这几年下来 啊 这个国内会遇到什么 啊 这说得很清楚啊 啊 可预意见的 难预意见的 狂风暴雨 惊涛骇浪啊 啊 就是可预意见的 就是万一要打台湾 对政治经济的这种冲击啊 狂风暴雨 惊涛骇浪啊 啊 万一俄罗斯要彻底战败 这个导致俄罗斯解体 这都是对中共的这个这种冲击 大家都要做好思想准备 习近平还在强调啊 就是要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畅通国内大循环啊 还是内循环什么统一大市场这一套 狂风暴雨 惊涛骇浪啊 在这种情况下的生存力 竞争力 发展力 持续力 就是让大家做好准备 迎接政治经济的大动荡 大崩溃 这细胞子已经给大家打一方之人了啊 别说人家没有提前告诉你们 还有一个新闻 就是中共的统计数字公布了 啊 2022年全年的财政赤字啊 接近9万亿 啊 这个全年的财政赤字接近了9万亿 财政赤字已经创纪录了啊 达到了8.96万亿啊 比2021年高出51% 啊 地方财政越来越糟 动态清零 楼市下滑是主因 地方政府被迫支付数千亿元 用于清零所需的检测 隔离和封锁 直到12月初突然躺平 之后短短一个月 这个11亿人又感染 那么动态清零花这些钱到底花的冤不冤 财政亏空啊 这9万亿几乎都花在动态清零上 啊 结果呢 你放开了以后 这些人又都感染了 你这个动态清零有什么用呢 你这些钱不都是打水漂的吗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呢 就是习近平在春天要去访问俄罗斯 啊 有可能就是三月份 在俄国战争爆发一周年的时候 啊 这个俄国呢 俄国政府已经公布了啊 说习近平要去访问俄罗斯 啊 在这个俄国战争一周年的关键节点 习近平去俄罗斯访问 这个非常能说明问题 啊 就是坚定的跟俄国站在一起 啊 站在俄罗斯这边 另一个跟俄国有关的新闻呢 中俄有关的新闻 是教育部下发了一个通知 啊 招收一大批赴俄留学的公派生 啊 去俄罗斯学习 啊 现在不到西方来学习了 啊 大量的派留学生去俄罗斯去学习 不光是理工科 我看还有什么学新闻 学社会学 啊 就是像1950年代一样 啊 派大量的学生去苏联留学 当时叫刘苏嘛 刘苏学生 现在又派大量的刘俄学生 啊 又回到1950年代中苏蜜月的那个时候 啊 现在中俄蜜月 不向西方学习了 现在向俄罗斯学习 跟这个相匹配的啊 一个新闻呢 是俄罗斯住上海的领事馆 现在开始招收去俄乌全县参战的人啊 开始在中国招工了 啊 月薪是60万 啊 这60万呢 应该不是人民币的 哪有那么高的那个 啊 和那60万呢 已经快和1万美金了 啊 那个招什么那个西方特种兵都用不了这个价了 啊 60万应该是罗布 他们有计算过是实际上和人民币也就是6000人民币 啊 去什么 啊 乌克兰战场挖战好什么搞侦查 啊 干一个月就行啊 就是就可以放你回来啊 啊 这个小粉红的啊 有这个机会你们赶紧去啊 一个月赚60万 这是好机会啊 啊 很多人质疑这个招工启示的真实性 后来有人验证过啊 那个电话号码什么的就是俄罗斯住上海领事馆的啊 这个消息是确实的 啊 大家都知道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马上要访华啊 布林肯之后呢 美国财长耶伦也要来中国访问 啊 似乎啊 中美关系要有一个小阳春啊 有所回暖 但是呢 美国新任的中央议长麦卡锡要去台湾访问 啊 中共当然反对 但麦卡锡呢 昨天呢 有一个表态啊 她说我去哪里用不到中国人来说话啊 用不到你们这个指定我去哪儿不去哪儿啊 麦卡锡很强硬 啊 看来啊 这个麦卡锡访问台湾啊 几乎可以抵消 啊 这个布林肯和耶伦对大陆的这个访问啊 就几乎啊 中美的缓和都被麦卡锡访台给通通抵消了 而且麦卡锡访台肯定是掀起台海的又一番波兰 上次不就是那个佩洛西老太太去台湾 结果中共就在台海军演吧 啊 这一次中共一定是寻这个惯例啊 不会沙发堪修 啊 还会台海局势还会这个聚于紧张 实际上昨天呢 这个中共的军机啊 就大批的 这个要叫台湾说是扰台啊 就是开始侵犯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啊 是从未有过的啊 就是有三十几个架次这个飞游过台海中线啊 这次是唯一的一次是什么呢 是12次穿越啊 沿着台海中线就不断的穿越 不断的突破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域啊 台湾的外长啊 吴兆燮啊 他有一个专访啊 是最近刚刚透露出来的啊 从吴兆燮这个专访啊 他接受访问 他发表这个讲话的态度看啊 台湾呢 还是不够强硬啊 他说到的呢 都是我们的这个军队 我们的国军啊 受过专业训练啊 我们不会开第一枪啊 我们会这个克制啊 他不断的强调克制啊 他似乎的意思就是 面对中共的挑选啊 我们只会克制啊 我觉得这个姿态有点放的太低 如果一味克制 那就等于对中共的纵容了啊 他如一再的挑挑战这个台湾的这个底线啊 我觉得你一味克制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当然吴兆燮也说 如果是接近24海里啊 就是接近这个台湾的海岸线了 接近台湾领空了啊 他说台湾呢 也会有所动作啊 他说我们的导弹啊 我们的战机会有所反应啊 如果中共真的是突破到24海里了 那就是说这个局势就危险了 那就一触即发了 这种游戏继续下去啊 总有一天会擦枪走火啊 导致台海炮火连天真正的冲突 国际消息方面啊 跟中国有关的就是印度突然增加了军费啊 增加了13% 啊 只是日本增加军费之后啊 又一个紧邻中国的大国啊 增加了这么大幅度的这个军费 实际上呢 都是针对中国的 还跟中国有关的新闻呢 是菲律宾呢 刚刚跟美国达成了协议啊 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 刚刚在菲律宾啊 两国已经谈好了 菲律宾呢 提供四个军事基地给美国 啊 1992年呢 美军离开了菲律宾啊 苏比克湾的那些基地都撤离了 差不多时隔30年啊 美军又重返菲律宾啊 这几乎是在南海 在中国的家门口上 啊 美军呢 又获得了这个重要的立足点啊 这个中共啊 肯定是气得跳脚 我看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啊 又在抗议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啊 刚刚反问完中国啊 习近平是说给了7000亿啊 人民币7000亿啊 支援这个经济支援菲律宾啊 菲律宾拿到钱了 啊 马上就跟美国签订这样的协议呃 提供四个美四个基地给美国啊 小马克思呢 马上要访问日本啊 跟日本也要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啊 甚至包括这个安全同盟关系啊 这个菲律宾那个这个新总统小马克思啊 不愧是老总统老马克思的儿子啊 他这个政治手腕非常纯属啊 既拿到了中共的钱 还招来了美军驻扎啊 跟日本又建立同盟 关系啊 他这个外交手段呢 啊 非常之灵活 也非常之老道 非常老辣 电影满尿红啊 现在越上映越火 我看票房不断飙高 啊 一个现象呢 就是满尿红传染病啊 是个看完满尿红的或者没看的 都在电影院里头齐声朗诵满尿红啊 这个视频我看的太多了 啊 像病毒一样在传染啊 哪天我也给你们读一段啊 给你们表演一段 满怀激情朗诵满尿红 这个中国人呢 也很有意思啊 尤其是这些年轻观众 这个敢在电影院里朗诵满尿红啊 这个是慷慨激昂 催着尿架啊 但是他们呢 就不敢在街上见义勇为 啊 你这都肯这个为国家什么 什么喝葫芦雪 踏破荷兰山靴的 这种豪情壮志啊 就是为了要为国牺牲的 你这街上有一个很简单的这个 这个见义勇为的事情你怎么不敢做啊 老人倒了你不敢服啊 啊 城管在这打人 打小商贩 你不敢过去见义勇为 去干预 朗诵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呢 表里不一的这种表现啊 这是非常令人不齿 还有呢 就是看完电影 马尿红都去打秦桧啊 只要有秦桧这个朔相呢 都上去打 中国人就是这样啊 只敢打奸臣 不敢打暴君啊 没听说谁去这个打这个什么赵构的这个朔相啊 就是什么宋高宗啊 直接杀死岳飞的呢 那是宋高宗啊 是皇上啊 秦桧呢 毕竟只是个执行者啊 所以说只敢反奸臣啊 不敢反昏军 不敢反暴君 嗯